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海音乐学院有很多的专业学科构成 也是交叉应用学科 我们举办的游戏音乐配乐比赛 它是属于作曲创作类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 我们一个是培养中国游戏音乐创作的音乐人才 然后提出新的行业标准 然后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和学习 我们在这个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是 全部都是用的是交响乐 现场的演奏的模式 这个其实也算是顶级的电影比赛的模式 因为我们知道在顶级的电影 或者我们现在大的游戏 最终的著名的作曲家都是用交响乐来演奏 而且这也符合我们上音的一个特征 所以在我们的上音歌剧院 世界级的这个歌剧院 由我们的上音拐弦乐团来演奏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亮点 全球的参加和海外及时的交流 可以提高我们国内的游戏音乐整体 创作行业的一个水准 我们的团队其实还是为了音乐内容 进行一个保驾补行 包括我们让每个学生 在她的自己的作曲工作室里 也录了一个CVCR 去展示她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呈现 嗨,我的名字是Royda 我是一个美国音乐制作人 我是德里特特尼 我是刘兴乐制作人 于海航 大家好,我叫王艺仁 我是Norman,从西班牙 我选择工作 我的决赛作品的主要是灵感 来自于他的名字 我以这三种不同的形态 我以为我们的家外翻手 去冲闲才能一个国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作曲家 这些选手 他们是在我们提供的这些 游戏的主题和画面的过程当中 他们来选择他想表达的主题 在这个情况下 他会有他不同的创作理解和作曲理解 因为我之前在构思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音色 然后我也开始 然后这样一个展开 就是鼓声的一个特殊的技法 这种乐器的这种非常规演奏法 那我觉得我可能能把这种异象性 也带到这个游戏音乐的运用中 是跟袁世平配乐几乎是毫无相关的 同时试图将电子音乐 对流行乐队和驾场乐队相互融合的体感性 才达到更加贴合视频素材的目的 这一次我的选题是蒙德郊外的风光 就是雄美壮丽跟升级勃勃 很细腻这东西是融为一体的 那么我也是尝试地用一种中古调式的东西 去表达这个场景 那么对于动态的东西呢 我想尝试用一些比较复杂的节奏去表现的 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这个很重要 我说它不对 一二三四 整体来说呢 使大家的想法都非常的丰富 有很多那种碰撞的地方 包括他们有很多的奇思妙想 不单单有教养乐团 然后还有民族乐器 然后还有一些电声的一些融入 那这个地儿多方配合来说 这个是非常的比较难的 也是比较新颖的 对于指挥啊 乐团啊 对于我们都是一种挑战 全新的一种尝试 然后我在拿到谱的第一时间 我也准备了相关的乐器之后 然后我还录了一些小样 每一首都录了小样 然后发回给做剧家 然后做剧家之后 他还会再去修改 或者来跟我说有一些什么想法 这让我觉得这台音乐会 会非常有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游戏音乐 它其实需要通过游戏作为载体的 需要有更多的游戏走出国门 被世界范围内的用户所听到所看到才可以 我们认为上海音乐学院具有非常强的专业能力 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才 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这种方式 对人才的就业也好 也可以让更多的音乐从业者关注到游戏音乐 参与到游戏音乐的行列中来 所以我们邀请了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 来做这次比赛的评委 我们这次的比赛的评审标准 不会以某一个评委的审美作为基准 而是一个中外的审美的公约数 我们相信这种公约数 代表了世界范围内的用户的专业的反馈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秉析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最终结果 上海音乐学院国际数字音乐节游戏音乐组获奖名单 决赛的这个演出效果非常的圆满 然后我听了好多不同选手的中国的作品 感觉非常感动 特别是我听到一些外国的作曲家 然后他们也去用中国的乐器 用中国的元素去学习 这样的音乐作品也觉得特别的感动 感谢上海音乐学院 感谢米哈游公司 感谢腾讯公司 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去展现自己的作品 因为现在我在学校里面才大一心生 我觉得未来的话 我应该会更加努力去学习 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为自己以后的这个事业 做得更好的一个准备